最近有一部電影很Hit的 叫Joker 是一個小丑 他裏面說的叫什麼 All I have are negative thoughts 我所擁有的 全部都是負面的想法 像不像你 知不知你身邊的朋友嗎 你有沒有發覺身邊有很多朋友是很負面的 經常都會去你的面前 Brian 我現在很負面 我怎樣都可以正面一點 有很多時候你會聽到一回答 很簡單 要正面一點 想事情正面 所有事情都有可能 有可能 多角度思考 你要正面的 但不是Brian 我試過了 但也不行 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如果這樣想 正面就會正面 這個事情就不會有人有負面 所以這法案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這個影片裡 我可以和你分享 有三個技巧 怎樣令到一個很負面的情緒 一個很負面的人 即時變成一個很積極 很有Energy 很Positive 的一個人 而不用望天打掛 希望我們自己有什麼想法 令到我們由負面 去到正面 好了 哪些方法呢 第一個 用你的身體 令到你正面 什麼意思呢 看著 你看看哪一個動作 你覺得是正面 或是負面 第一個 如果這樣跟你說話 我現在看著 看著背 我把聲音這樣 你覺得我現在正面 是負面 反過來 如果我坐直的時候 挺直 現在挺去空檔 把肩膀向後 看前面 跟你說話很大聲 你覺得現在正面 還是負面 你覺得現在正面還是負面 那當然是這樣負面 當然是這樣正面 對嗎 沒錯 你的想法 和剛剛 我將會告訴你 那個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研究告訴我們 原來當我們 是坐下這樣坐的時候 看著背 看著鼻子 我們有一種荷爾蒙 叫做皮質順的荷爾蒙 就會釋放出來 那這種荷爾蒙 就會令你 心情差 沒有end 但是 反過來 當你 由這樣 坐到上來的時候 挺起空檔 肩膀向後面 望直 說話的時候 將自己打開 令你feel good 那些荷爾蒙 也會釋放出來 那你就會很簡單 那就是說 當你現在的心情慢一點的時候 又或者你想將你的心情再提升的時候 你會怎樣做 現在 將你的身體 打開 站直 當你走過的時候 走大步小 和走快一點 你的心態就會很好 你看到Tony Robbins 經常教這件事 他也是 在大學的研究 他知道 原來我們 他喜歡用什麼字 Motion Creative Emotion 不是由Tony Robbins做出來的 是由大學的研究走出來的 他只不過將它 好像Brand 是他屬於自己 但是現在是這麼簡單 好嗎? 你看到我現在升仙 我現在坐這個姿勢 我為什麼坐直一點 令到我自己 又不是和你的能力 要高一點 那這種能力 我的姿勢 現在按個body language 就會令到我自己的 感覺好一點的 感覺好一點的渴耳 釋放出來 你要去想 第二 留意你自己的面目表情 看著 你留意我下一個表情 你覺得我現在是 正面的負面 還是這樣 正面的負面 這是第二 是否很大分別 當你皺著眉頭 你是很難正面的 當你笑著 有時你笑出聲 是很難負面的 原來我們的Facial Expression 是控制了我們 有過什麼的感受 你看著 很簡單 你有沒有看過一些 有時美國、歐洲那些笑片 當一個男主角 或者女主角在那裡聊天的時候 他去到某個畫面的時候 如果他想你笑 很簡單 他在背後 播一些笑聲給你聽 人很簡單 有什麼情緒 傳染過來 你就會有什麼情緒 就是因為導演 他想在這一幕裡 令到你笑 很簡單 播一些笑聲給你聽 當我們聽到笑聲的時候 我們很前面 就要跟著笑 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自己 正面一點 正面一點 人見人愛一點 笑 就算你心情不可以笑 你笑一下笑 你扮笑 你會真笑 你一起來這麼簡單 不要依賴一個 我用一個念力 令到自己 正面一點 是不合理的 用你的身體語言 用你的臉語言 令到你的心態 由差變好 又好 變得更好 第三個 你留意 你平時有沒有一個社交生活 和你的關係 你會發現 為什麼有些人是特別負面的呢 因為他沒有一些 很有愛的關係 例如他跟他的拍檔 基本上的關係是不好的 或者這個人 基本上沒有一些 社交生活 沒有一些社交上的朋友 經常都是自己一個人的 當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是很低的 你不能表達自己的感受 你會很隱藏自己 隱藏自己 隱藏自己 你發覺普遍來說 都是怎樣 消極一點的 不會太正面的 而這個 上年我看了這個 研究 他在研究 就是說 有什麼人 是最長壽 長壽的秘訣 是什麼 那我心想 我沒有看這個 研究之前 我說 當然是 飲食好一點 睡得好一點 他說 No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這些很長壽的人 他們每個都有一些 很好的關係 很好的友誼 很好的情侶的關係 或者是夫妻關係 這個人的第一件事 第一個 令到一個人 是長命 和開心 行不行 用時間 建立你和你身邊的關係 你和你身邊的關係 你和你身邊的關係 和你身邊的關係 和你伴侶 和社會上的關係 出去見多些人 不要藏在自己身邊 你會發覺 只要你做到這三點 你會發覺 你的狀態 明明之前是很負面 慢慢你會發覺 為何會這麼正面 而不單止你自己看到 你身邊的朋友 亦都會 嘩 為何你身邊好像不一樣 當然 我知道這三個技巧 OK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你有一個節目 暫時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 還有記得開啟了那個鈴鐺 鈴鐺 鈴鐺 那我下次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會認識我 OK 下次見